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在这个万花筒般的娱乐圈 有些人会莫名大红 一夜之间千万宠爱于一身 也有些人始终未能大红大紫 但他却对演戏倾其了一生的热忱 这个人就是获奖无数的实力派演员 秦佩 秦佩原名颜昌又名江昌年 1945年出生在北京 他的母亲是香港女演员红威 曾获得金马奖特别成就奖 父亲是颜画也是著名演员 还担任香港影视公司最早的扛把子 早年担任中华泰山等多个影片公司的主演 20世纪50年代 秦佩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被疾病打散 父亲颜画查出肝癌 当时的医疗条件并没有能力医治肝癌 父亲死后 母亲带着颜家四个儿子 与一个女儿改嫁香港著名制片人耳光 出生于演艺世家 继父又是当时最富盛名的制片人 兼导演耳光 秦佩的背后是港圈最顶级的人脉资源 所以秦派进入娱乐圈是顺理成章 并且非常顺利的 同时进圈的还有让很多人都觉得神奇的秦佩的两个异性兄弟 江大卫和尔东升 他们是亲兄弟却三个人三个姓氏 是上世纪的香港演艺圈 三个人同样拥有英俊的外貌与斐然的成绩 江大卫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影帝尔东升则是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 金像奖最佳编剧三人异母所出 有着血缘关系 不一样的是江大卫是秦佩的亲弟弟 另一个弟弟尔东升是母亲洪威与继父尔光的儿子 秦佩与尔东升同父异母 虽说只有一半的血缘关系 但两人之间的兄弟情分却不少半分 一家五兄弟三人拍戏 三个都是男主角 这在中国电影史上绝对找不出第二家 秦佩其实出道非常的早 早在三岁就开始拍戏 受家庭影响 秦佩从小热爱表演 长大后想入行 却始终缺个合适的机遇 就在1965年机会出现了 那时20岁的秦佩从香港华人书院一夜 在台湾演艺圈正式出道 在李汉祥导演的指点下 秦佩加入圆联影业公司 开始在各大电影中饰演配角 20岁的秦佩面旁英俊 笑容轻涩 气宇不凡 出演电影无一不反响巨大 不少媒体也在报道秦佩时写道 如今投身电影界 正是紫城副业 不久后 在各种报道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下 好莱坞公司终于看见了 这位新技演员的风采 随即派人找上国联影业 当时导演Robert Wise准备拍摄 圣保罗炮艇 有个角色 接连几个演员试镜 都达不到导演的期待 找到秦佩时 一试戏导演觉得他演技的确名不虚传 就这样 秦佩成了第一个好莱坞从香港邀请去拍戏的演员 不过可惜的是 秦佩拍完第一部好莱坞电影之后 好像没有往这方面发展的意向 倒是国内的粤语片接了不少 当时报社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以为他会成为第二个一飞冲天的李小龙 见他如此只好遗憾写到浪费人才 放到现在 秦佩也算是和圈内大导演有密切交集的关系户 毕竟人生难遇贵人 秦佩的成功之路离不开李汉祥 可以说如果没有李汉祥 就没有秦佩在香港的发展之地 李汉祥为延昌取一名秦佩 亦为勤勤恳恳演配角 自此一个属于秦佩的荧幕时代开始了 待在台湾的三四年 秦佩主演《几度夕阳红》 《台恒》《月满西楼》等大火的穷妖片 是最早的穷妖片小生之一 毫无悬念 浓眉大眼的秦佩成为了少女银贫情人 少女床前的海报 文具合理的珍藏 就连绝代女神林青霞也没能抵挡秦佩的魅力 成为秦佩无数粉丝中的一个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 邵氏公司已经是香港内地有名有号的大集团 到了1970年 传出秦佩重回香港加入邵氏的消息 大家也纷纷认为秦佩要一展身手了 哪曾想出身未结身先死 最终秦佩竟因与导演产生矛盾 双方解约 最后不欢而散 从此25岁的秦佩从台湾的一线小生 变成了香港的千面配角 真应了一名那一 秦秦恳恳演配角 1976年 与邵氏解约不久之后 秦佩加入嘉义电视为基本演员 出演电视剧《射雕英雄传》 饰演忍辱负重的杨铁心 剧中人物18年的辗转与煎熬 被秦佩演绎的淋漓尽致 许多大陆观众就是从这认识秦佩 而最出名的还要数八三版《射雕英雄传》 秦佩在剧中饰演成姬思汗铁木真 一个与杨铁心截然相反的雄伟君王 那时的秦佩还不满四十 却演出了成姬思汗一代天骄的霸气 可见内力与演技 最近以毒蛇出圈的尔东生 曾这样评价秦佩 他饰演的角色 总是很容易将观众带入到剧情当中去 数欲净而风不止 香港影视繁荣发展 竞争也愈发激烈 两年后 嘉义电视台倒闭 秦佩不得不再次转投利得电视 出演《人在江湖》 利得倒闭后 又转去香港无线电台发展 秦佩一直有戏可拍 但再也没二十岁那样辉煌 直到秦佩的弟弟尔东生毕业 一直演配角 秦佩才成为神坛之上的配角 1977年 二十岁的尔东生 不顾家人反对 加入演艺圈 因饰演谢小枫一炮而红 但比起演戏 尔东生更喜欢做编剧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弟弟有想法 做哥哥的秦佩 当然鼎力支持 1981年 秦佩与江大卫合开电影公司 第一部影片 就是由秦佩当出品人 尔东生做编剧 秦佩与江大卫主演 在三兄弟首部合作的电影里 对古龙武侠小说人物 进行了疯狂颠覆与嘲弄 新奇 有趣 又不失韵味 兄弟间成功的合作 让电影猫头鹰 被普遍认为 是后来无厘头喜剧的鼻祖 超前 周星驰喜剧 电影十多年 1986年 因为一部 颠老正传 秦佩喜提当年金马奖最佳男配 同年获金像奖最佳男配 弟弟尔东生也托这部电影的福 一举成名 1993年 兄弟再次合作电视剧 心不了情 秦佩再获第十三届 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奖奖 与弟弟合作 秦佩两度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奖 一家三兄弟接走上了国内影视的神坛 职场得意 情场失忆 秦佩的前两段恋情都不算太顺利 秦佩在小有成绩的时候 结识了翁茜玉 那时的两人郎才女貌 兴趣相投 简直天作之和 但初恋就像桃树第一年结的清果 即便花朵艳丽 也结不出饱满的果实 尽管两人金铜玉女 十分般配 也抵不过异地恋的拉扯 没能走到最后 经历了初恋的无情离去 秦佩却依旧不减对爱情的向往 并于初恋结束后不久 对中日混血儿 梁圣子一见钟情 而梁圣子也成为秦佩的第一任妻子 梁圣子也被秦佩的才华深深吸引 就当两人准备进一步发展时 两人的关系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 友情饮水宝 何况那时的秦佩名才皆全 于是两人毅然决然地过起同居生活 在不被家人祝福的情况下 两人登记结婚 生儿育女 婚后生活并不像想象般幸福 由于性格不合 两人经常吵架 两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 而作为母亲的梁圣子 始终对孩子不闻不问 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 最终以离婚收场 利欲熏心的梁圣子 明白孩子是秦佩的软肋 于是放话 想要孩子就净身出户 为了两个孩子 秦佩选择了妥协 净身出户后的秦佩身无分文 还要抚养两个孩子 日子过得很是艰苦 为了养活孩子 秦佩在1991年到1992年 两年间拍摄19部影视作品 尽管眼前的生活满目苍疑 但秦佩在孩子面前总是很乐观 对孩子的教育也十分包容 女儿念书时更注重兴趣的发展 什么才艺都学 却从不要求成绩 如今女儿长大 秦佩也在综艺上谈言 不一定要嫁人 只要孩子过得开心 不结婚也可以 女儿遇到真爱 从别人口中得知 女儿婚事的秦佩 也选择祝福 这样开明的父亲 本就不该孤独终老 经历两段刻苦铭心的爱情后 秦佩遇此生真爱 三下惠离 那时秦佩一穷二白 除了两个孩子一无所有 但三下惠离对秦佩死心塌地 不介意她的一双儿女 两人结婚时 秦佩穷得连结婚戒指都买不起 还是向三下惠离借的钱 秦佩对三下惠离一直有感恩之心 是她把我的两个子女养大的 没有她 我哪能专心工作 她嫁给我 同时也嫁给我的子女 梁圣子多年来对儿女不闻不问 在秦佩儿女心中 只有继母 三下惠离 而没有亲妈 2019年 梁圣子在加拿大因脑溢血去世 她生前的心愿 是得到儿子江文杰和女儿江丽文的原谅 但儿女始终没有原谅她 连生母的葬礼也没有去参加 在儿女心中 秦佩是最好的爸爸 江文杰 江丽文说 身为秦佩的儿女 多少有一点压力 江文杰青春期脸上长痘痘 最介意人家说秦佩的儿子长得不好看 江文杰到电视台工作后 一直没有告诉同事自己是秦佩的儿子 不想靠老爸的名气 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 江文杰和江丽文继承了家族的文艺细胞 长大后 兄妹二人以组合身份进入乐坛 兄妹二人最初走上了音乐之路时并不顺利 但秦佩从来没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儿女争取什么 江文杰说 她和妹妹并不需要爸爸铺路 不过爸爸在精神上给了他们很多鼓励 兄妹俩被媒体称为最低调的新二代 江文杰没有豪车 一辆普通小汽车开了十年没有换过 在儿女眼中 父亲秦佩是一个喜欢操心的大家长 女儿江丽文的爱情生活不顺 2008年与TVB艺人郑俊宏相恋 郑俊宏凭着秦佩准女婿的身份 获得很多片约 最终因星梦传奇成为TVB当红小生 可是郑俊宏遇见圈外富家女 狠心甩了相恋六年的女友江丽文 江丽文备受打击 患上严重抑郁症 三次自杀未遂 被哥哥救下来 在父亲和哥哥的开导下 江丽文终于战胜抑郁症 走出阴霾 秦佩为儿女操心了半辈子 她说 粤语中有一句话叫做 养儿100岁 长幽99 从你们出生开始 作为家长 我就会一直操心下去 秦佩为中国影视事业奉献一生 在生活中也是好儿子 好哥哥 好父亲 这样的前辈 值得人们尊敬 那么今天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